各位兄弟大家好 今天正好来保养车 老板有高精500和高精500穿越版 就是说高精新版的这两辆车 咱们来做一下对比 我建议大家以后看车的时候 最好是到实体店一定要对比一下 看看这车具体的做工怎么样 最好是能试驾一些 网上很多这个UPS 我也都已经这个博主 都已经播过了 有什么区别什么的 咱们就大概的细细的看一下 先是手把 手把是原来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个小的转接头 现在呢 是它这个转接头是增加了一个 它是增高 然后呢 又往后 所以说它的坐姿不一样 这转接头啊 网上卖 是赶什么的都听话 100块钱 然后呢 有单独朝上 有 是桥上 有桥后 有单独朝后 可以自己定制 根据自己的棋子 自己来改来 油箱盖 油箱盖以前是上面是有一个高精 然后不对 是叫不列斯通 现在的这个呢 它是做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叉子 就是说它的X型 没有个那个不列斯通的那个标 沙士油油壶啊 最近好多人很喜欢那个沙士油油壶啊 现在是呢 是一个空地形 仪表 仪表是原来的这个 这个可能太亮的时候看不太清楚 现在化成了一个彩色背光的 坐垫 坐垫 以前不是有个托风吗 朝下走 给大家试一下这个软度 也没有说硬到那么硬 短托还是可以的 长途肯定不行了 还有一点 好多人说它这个不是特别严 不是上带啊 这都是小毛病 后面这个还没丝膜呢 还有膜呢 咱就不丝了 看一下 相对来说平一点 其实还是有一点弧度的 但是相对来说平多 这地方也进行了加高 但是软硬度啊 软硬度并没有提升太多 胎 这是原来的胎 这个是换成了前代的规备胎 这一块是放在后面的 这个甩泥呢 过得不少 肯定会有一点 在后面的通用 对吧 现在挪到后面来了 成了这样的一个 仰过来 按键啊 这是原来的这个通用键 可以用的 现在呢 人家自己去这个定制了 好一点 好一点 没有说有多经验 但是确实是好一点 后视镜啊 看后视镜那个 哎呀 以前这个后视镜很单薄 确实是 确实是很单薄 现在换了 换了后视镜 形状也变了 整体的这个 确实是质感上 质感有提升 非常有提升 稳多了 大灯 大灯 也有改动啊 前面的这个 你看前面这个 风打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是穿越版 就是没有 开机管啊 这些地方都是没有变的 其实质感 质感还是挺好的 声音 其实也特别好 都是条幅的纹路啊 条幅的纹路 四股车嘛 条幅的纹路 板块啊 这个是 这个是 都是贴纸 这是黑色的贴纸 当我到那边 给他拍一个银色的 上面有 有徽章的那种 嗯 这个贴纸是可以撕下来 这个是很好撕的 但是原来的这个 看来就不是那么好撕 原来这下面是 有个不列斯通 GK500 现在这个下面是 不是那个 X型网 然后是那个 跟上面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一个板块 这个犹豫的客观 你最好自己去 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实纯 再来看看 这是这个 这个 银色 银色的高丁 这个 创业板 手把是加宽的 手把是比咖啡板 还是有加宽的 徽章 看看徽章 这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区别的啊 还有区别的啊 有区别的啊 看来刚才那是 牛色和黑色的 这是牛色和银色的 这里 走线啊 走线非常工整 确实是 确实是做的 非常工整 走的特别细 包括这些小的细节上面 你真的是看出来 这是高晶内厂家 是有用心的 不是那厂家确实有用心的 你看这些细节的地方 这些螺丝钉 很整齐啊 前面的线 前面的一些线束 很整齐 非常整齐啊 老板 34,800 落车价啊 现在是 呃 这个 还是 没有优惠啊 新款呢 35,900 给大家都是啊 坐姿上面 穿越板呢 确实是 舒服很多 人就是比较偏直立了 看的这个 原来老板的呢 这个叫咖啡板的呢 其实也还行 短途都是可以接受的 长途可能确实是 腰会有点累 这也都是难免的 骑仿载的 更 就是那种 可能趴着嘛 肯定是会有点累 要战动 唉 最近啊 大家一直在说这个 龙心无极 AC500 500AC 然后这辆车 我建议大家还是 现场来看一下 它坐姿啊 风格啊 设计啊 明显都不太一样了 你自己试一下 才能决定 哪一本是更适合你自己的 说 500AC 这个做工好 或者什么呢 你来对比一下 其实 明显来看啊 还是高兴的 那个细节做得更好 真的 是包括它的焊接 什么的 明显 确实是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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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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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